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非常的积极的非常应重的劝请真如老师 一定要让他所做的赞颂流通出来 所以后来呢师父在台湾这边的法会 开始对大家推广赞颂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师父常常引用儒家里面孔子 对于这个乐 比方我们讲治理作乐的乐的那些教界 因为师父会发自内心的感受到说 以前圣人治理作乐 用礼来规范大家的行为 然后用乐来讨养滋润大家的心灵的这种理想 会真实的在这个真如老师所做的这个赞颂的内涵当中复活 所以呢我记得以前师父也引过这个 《论语》里面讲孔子在其闻扫 这个孔子在其过听到了这个大顺所做的扫月 三月不知肉微 或者说他真正听到相应的时候呢 云阴绕梁三日不绝 那师父会说 那其实呢 我们平常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听闻跟思维 不见得在我们内心里面可以马上就生起很明显的这种改变跟感受 但是师父说你透过前程听跟唱赞颂的过程 你的心呢却可以很容易的不用花什么特别大的力气 就可以自然而然进入一种对师长对三宝 很虔诚的皈依跟礼敬当中 那师父说这就是赞颂很不可思议的功效 其实我自己私下也听过师父讲过很多次他对赞颂的感受 像当时师父在这个福祉教育园区养病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师父跟真正老师有一段时间没办法常常见面 那这个两位师长彼此都会互相的非常思念对方 那有的时候真正老师就会把他心做的赞颂 然后跟法师一起唱了之后呢 然后录音 然后送到师父这边来给师父听 那时候我当事者我始终印象很深 每一次这个真正老师那边有新的赞颂录音 唱好的录音然后送来给师父听的时候 师父的心情都一样都是非常高兴的 然后马上跟我说赶快把他打开来听一听这样 但是只有听到第一个音 第一个声音 往往师父就开始泪流满面 然后跟我招招手说先不要继续往下放 然后师父说因为太感动了 可是自己现在生病体力不行 然后怕身体受不了 因为内心里的那个感动力量太强 我还记得有一次师父在园区坐在轮椅上 我们推着师父出来散步 那个时候碰到园区里面的一群义工 还包括一些小朋友 大家都围到师父的轮椅旁边 非常高兴很难得看到师父出来走 看到师父的时候 师父就觉得 哎呀那大家今天都在 那我们来站一曲 赞颂好吗 我们来站一曲赞颂好吗 然后呢 那同学听了师父这样讲的 大家就同时一起开始唱那个 向日葵 好可是第一句话 向日葵开花了 第一句话刚唱出来 然后师父就突然伸出手 跟大家挥一挥 然后眼睛里眼眶里就是泪水 然后跟大家说 不行再往下唱了 太感动了 我怕身体受不了 太感动了 这就是师父对赞颂的感受 好 那今天要帮大家做前行的呢 是引用 真如老师所写的 希望新生的第十四页第二则 第十四页第二则 那他的标题叫善音的光明性 好 那我把他的那个文念一下 晨光出照 天空透亮 朝阳从群山后放出万丈霞光 喷勃而出 月上虚空 此情此景 好似善音 其性光明 力量强大 万物因他而得以 生长 茁壮 其实在这边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我现在也是每天都至少会学习 这个一则 这个真如老师在希望新生里面的这个开示 那这些开示就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讲 叫轻薄短小 那文字好像也这个非常的深入浅出 好像大家都容易吸收 但是我觉得说 你愿意每天认真地去读诵思维希望新生 我觉得有一个最直接的好处 这最直接的好处呢 我用真如老师的话来讲 真如老师以前有讲过 他说 听师父开示最大的收获是 是师父对佛法的信 信心的信 会通过说法传递到我们心里 我再说一次 真如老师他说 听师父 就是师父上日下场老和尚 听师父开示最大的收获 是师父对佛法的信 会 透过说法传递到我们心里 透过说法传递到我们心里 那 也就是说呢 这个虽然师长讲法给我们听 他是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文字表达给我们听 但是最重要的是说 他内心里面 他对佛法的较量 他对佛法的正量 他对佛法的信心 他对佛法的欢喜心 其实也会透过他说法的时候 显现成语言文字的形式 而被我们听到耳朵里 听到心里的时候 其实师长对佛法的信心 对佛法的善法欲 对佛法的欢喜心 对佛法的价量跟增量 也一样会传递到我们心里 加持我们的信仰 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有的时候你看希望新生 又是对于学广论学的比较久的老同学 学佛学的比较久的老同学来讲 好像这里面讲的概念 以前我们学佛是学过 而且甚至都不会很陌生 比如说像这一则 他讲的就是善因可以感得善果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你仔细的读这个希望新生 你仔细的阅读这个自治积聚 仔细的去思维 去体会的过程里面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我会因为读过它 看过它 思考过它 自然而然也就增长了 我对业果的信心 自然而然就增长了 我对业果的深信 那大家不妨体会给看看 我觉得希望新生的每一则 其实都有这种作用 都有这种力量 那在菩提到次力广论的 118页 118页 好那这边重大师又引一段话 这个是在第三行 118页第三行 118页第三行 那这边是中发大师引这个几法句里面所说的 那这一段是在那个我们广论讲的那个 业果的四个法则里面的那个业增长广大 引了这一段的文 那这一段的文呢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你虽然造的是 好像看起来是很小的这个恶行 可是实际上它在未来世呢 会感到非常大的部位 非常大的痛苦 就好像你吃到肚子里的毒药 那毒药看起来小小的一点点 吃到你肚子里 那接下来就不得了了 接下来会要命的 那就算这个命保住了 也是会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麻烦 受苦很久 那反过来讲 虽照为少福 它是引大的 你做的这个扇行 看起来好像很微小 但实际上会对你的未来 好 引发非常大的乐果 好 那大义 这边的义就是利益的意思 也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利益 就好像古类 诸古丰收 当初只是撒少许的古物 少许的种子 可是秋天收成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非常丰富的这个 就是非常丰饶的收获 你就可以得到它 所以世间里边来看 你种一个种子小小的 将来这个感到的果非常的大 那佛法里面造业感果更是如此 这一生造业 然后未来生感果的时候 那它的那个 因跟果之间的那个差距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是善因来讲的话 就像 真如老师讲的说 这个 早上天空透亮的时候 朝阳从群山后面放出霞光 喷波而出月上虚空的 这种情景 这种力量就好像我们讲的善因 我们造的善业 它的本性是光明的 而且力量会非常强大 那如同万物因太阳而得以 生长茁壮一样 那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美好 也会因为善业而出现 其实以前真如老师有讲过 在佛法里边 他常常会用我们生活里边 接触得到的一些辟语 来描述佛法 其实这样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什么 那当然透过我们生活里边 我们接触到的辟语 好 那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这一段佛法要表达的内涵 这是一定的 第二个其实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生活里边常常出现的场景 所以呢 以后你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类似场景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会因为这个场景 因为学过这个辟语的关系 你心里就有机会同时限期 跟他一样的法类 跟这个辟语相关的法类 就像这一段来讲 这段真如老师是用朝阳 早上起来出生的太阳的那种 亲近的本性 跟他那种强大的力量 万物因他得以生长茁壮的力量 来辟语善因 善因看起来小小的 可是他的力量光明是非常强大的 可以出生生命当中的一切快乐的 好所以以后当你再去看到朝阳的时候 好或者说你坐飞机的时候 好看到那个早晨的太阳 然后照耀的那个云彩发出万丈霞光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到真如老师在这个地方有讲 这好像善因一样善业善因一样 他的本性是光明的 力量会非常强大 强大到万物都可以因他而生长茁壮 这就是善因善业的力量 好所以他业就是有这种力量 那其实道次第的传承教授也会跟我们讲 譬如说万一堕落到地狱 那堕落到地狱那个铁地板正在烧热的时候 那个那么大的铁地板 烧热的铁地板 它是怎么来的呢 也是当初心里的一点恶业照下去而感得的 那同样道理 你到了人间 你到了天上 甚至你到了净土 那无量无边的这个光明清净庄严的世界 又是怎么来的呢 还是当初内心里面的一点点善因 好所以他会说这个善因呢 其性光明力量强大 万物因他而得以生长茁壮 所以记得啊 当我们看到师长佛陀用辟育告诉我们佛法的时候 一方面透过辟育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佛法 另外一方面呢 当我们再次碰到生活当中 跟这些批语相关的这些景象的时候 记得那个时候就要意念起 这个批语所批语的佛法 那个时候就帮助我们 又再把师长佛陀的教导 再去深入的串习跟思考 这就是用批语说法的好处 请不吝点赞订阅